香港反送中已经烧了大半年了 外界一直有声音认为习近平危机处理不当 但是到目前为止习近平似乎还是觉得 自己是有牢牢的掌控香港的 怎么说呢 习近平曾经说过 就是经济发展是解决香港的唯一金钥匙 那为什么这么讲呢 北京长期透过提供中国市场投资优惠 跟香港的商界还有政界精英来建立的利益共同体 那么这样的一个关系 习近平认为这些政商精英 反对抗争带来的不安跟破坏 那么如果抗争出现更多暴力 就会慢慢的失去支持 被时间冲淡 所以只要有这些精英在 就能够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 那么就在习近平说出 经济是把金钥匙之后 没过多久香港的三大家族 就像是受到暗示一样 纷纷表态捐出土地 李嘉诚他也宣布捐10亿港币 给中小企业来应急 那么紧接着11月的区议会选举 泛民派是大胜的 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是北京吞了一场败仗 不过习近平他也不这么认为 因为这个区议会选举 他们这些人没有立法权 还预算审查权 只能算是地方民意机关而已 所以在北京看来 不论选举结果如何 都不会影响到大局 而且还说反而因此凸显的 香港还是保有这样的一个民主选举的 而美国知名中国专家 李安有他也说 北京的克制不是因为担心 而是来自于真的自信 说中共依然认为 自己是有牢牢的掌控香港的 就连一国两制 中港的解读也是大不同 北京认为是先有一国才有两制 那北京依法对香港有全面的管制权 一的是中国宪法跟香港基本法 那么这跟香港人的认知差很多 香港人这边认为 香港是在一国两制下 还能够拥有高度自治的资本主义社会 对北京来说 一国两制从来没有变过 也在强调香港人的祖国认同感 在近几年会快速的下降 是因为西方国家在居中破坏 而不是因为北京过度的 干涉香港事务 破坏香港法治 所以习近平认为说 这些都是因为西方国家在做的 因此他的心情也不觉得说 要担心什么 他反而觉得还是可以牢牢的掌控香港的 那么习近平也说 美国一再捣乱香港 企图要扩大中美战场 这个终极目标就是要阻止中国的崛起 那么习近平一方面自我感觉良好 一方面也想要来布局经济发展的备案 今年9月反送中这把火烧了正旺的时候 中国国务院突然就发表文件 说要支持深圳来建设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那么外传就是要让深圳取代香港 现在还发布最新的127项的具体方案 其中有多项都是针对所谓的人才培育 那么对于港澳人才 北京允许金融建筑专利代理医疗卫生等专业人士 那么透过相关的部门报备之后 可以在深圳职业 尤其针对医疗的部分开放很多 那么不只支持医生跟医疗机构合作 设立医师工作室还要来严拟这个医疗保险的跨境结算 好 除了培养港澳人才之外 北京也希望能够大量吸纳国际人才到深圳 这个新方案放宽了外国人永久居留权的限制 也允许国际人才创办科技型企业 还提出要建立一个新的人才管理制度 从招聘 薪酬 评鉴 考核到补助 一条龙的扶植企业手法 就是为了要让深圳引领大湾区 刺激这把金钥匙 打开经济的大门 要关上香港人愤怒的出口 这是习近平的打算 带你来看 十二月二十适逢澳门回归二十周年 外媒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亲自造访并宣布新政策 要把这座赌城转型成金融中心 一系列的新政策可能包括在澳门 成立人民币证券交易所 深化澳门与大湾区的连结 以及让国营企业帮助澳门 建立金融业的基础建设 有些分析师指出给澳门的这些鹤里 代表四大意涵 包括中央想要证明 当中港关系遇到波折时 依旧支持着特区的发展 和用动作回应西方国家 一国两制的美好 并暗示特区和中国内地之间 如果能和平相处 能获得中央更多支援 以及香港社会出现动荡时 要用来分散风险 即先前北京当局在深圳 推出先行示范区 想将深圳打造成 国际化的新型城市之后 不到四个月又将推出 回澳举措 外界质疑 这是在旧反送中运动 夹杀香港 但有经济学者指出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并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 重点在于优良的法治体系 以及其他城市 无法拥有的自由度 谁会变金融中心 决定全靠国际认证 香港要被取代 可没那么容易 我一直在此 我等会 我等会 有空 对 感谢观看